所有餐饮场所的员工今天起必须要戴口罩或者面罩 全国商联总会旗下1万5千名小贩获赠可以重用的口罩 而连锁时隔则是通过闭路电视来监控 确保旗下3千名摊贩都遵守规定 来看记者吴良祥的报道 为了避免受感染 同时避免无意间传播病毒 这个位于文理方的小贩中心 超过100个售卖和准备食物的人员都戴上了口罩 因为里面本身就热 然后戴这个就更热 有时候喘气都有点困难 为了要确保我们的属下的会员 不会有一个借口说 我们买不到口罩而不要戴口罩 所以1万5千个是足以应付他们所需要的 每天我们都会在整个小贩中心在走 只要那个餐位没有戴口罩 我们就会提醒一定要戴口罩 位于后港的连锁时隔也遵从指示戴口罩 这样做会避免食物的交叉感染 我们在处理食物当中会有唾液什么喷出来 这样造作会很安全 有10个业者授寻师表示 旗下7成的10隔在冠病疫情阻断措施落实期间 仍然照常营业 口罩的增加成本不会转嫁给消费者 每个10个都会有壁路电视 我们都有电视 这样我们每一个店面都会有工作人员 看看一下周围有没有顾客 或者有没有一些员工 他们有没有戴上口罩 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供应商 所以他们是支付的 不过如果他们遇到困难的话 当然我们会帮助 根据法令 没有遵从指示戴口罩 可以被罚款最高5000元 或暂停或吊销餐饮执照 或两者监视 对每个人都好嘛 你又不懂你自己有没有病毒 买食物的人应该戴口罩 对他们的健康也好 基于良好卫生习惯 能够减少病毒传播 因此全国商联总会和10个业者 期望疫情结束之后 旗下的食物处理人员 能够持续戴口罩 以维持高卫生水准 新传媒新闻记者 吴良祥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